一直保持着非人般冷漠平静的严冰云 确实是位极其优秀的谍报人员 但在这一瞬间所爆发出来的怒火 又证明了他身为庆国驻北齐密谍总投目的威势和掌控能力 面对着这位囚犯眼中所射出来的怒咽 就连范贤都下意识地想躲避一下 严冰云的嘴唇抖了两下 用极低的声音极快的语速像爆炸的爆竹一样 凑到范贤的耳边说道 肖恩还在掌控中 范贤摇了摇头 小声说道 误渡河之后就交给了北齐的锦衣卫 估计已经入京了 有没有办法杀死他 没有 他嘴里的秘密问出来没有 范贤一领 与严冰云的距离拉开一些 双眼宁静望着对方 问道你知道他嘴里的秘密 严冰云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提斯大人 唇角泛起一丝一样 说道我在北齐待了四年 自然知道北齐皇室一直对肖恩念念不忘 虽然不知道那个秘密的具体内容 但是既然能让北齐皇室如此看重 想来肯定不简单 顿了顿 严冰云忽然说道 你知道肖恩是什么人吗 范贤点点头 笑着说道 我相信我比所有人都要清楚一些 严冰云用快速的语速咒骂道 既然你知道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范贤宁静地看着对方 缓缓说道 陛下与院长大人的意思很清楚 肖恩已经老了 你还年轻 所以这项交易实际上是我们占了便宜 严冰云再次陷入沉默之中 他没有料到因为自己的关系 南庆朝廷竟然舍得用肖恩来交换 但这个事实 却让这位北谍大统领感到了一丝挫败 自己被北齐锦衣卫生擒 本来就是春屈辱 如今又要朝廷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更是一春屈辱 他很失望 笼在白色袍子里的身体 似乎都缩了起来 范贤平静望着他 说道 你是聪明人 既然事情已经成了定数 所以你一定要平安回到南方 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亏得太多 严冰云冷漠无语 直到这位凭空冒出来的监察院提思 说了最正确的一句废话 三天后 我在使团等你 范贤微笑着 与王启年并肩走了出去 在门外守候的魏华 及那位傅昭服使的陪伴下 上了马车 直接回到了使团 回到使团之后 庆国诸人聚在一起 将这些天的事情归拢了一下 便散了 只留下范贤与王启年两个人 范贤称和陷入沉思之中 半上没有说话 王启年小医问道 范大人 您在想什么 为什么那位沈小姐会出现在那里 范贤打了个喝歉 接着说道 这可能是北齐人想乱我们的心思 至少想弱化朝廷对阎兵云的信任 怎么会 王启年不解 阎大人用的手段 朝廷自然清楚 事情总是会变得复杂起来的 范贤面无表情说道 如果有心人想做些什么 这就可能是个缺口 另外我还还一直不明白 老王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们去看阎大人 明明他可以回国 我却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高兴 因为朝廷为了让他回国付出的代价太大 王启年是监察院老人 对于院中这些古怪的大人们 比范贤更加清楚 恭敬说道 如果让阎大人知道 朝廷会用萧恩与他进行交换 也许在被捕之初 他自己就会选择自荐 而不是等到现在 范贤似乎很难理解 这些监察院官员们的心理状态 皱着眉头说道 难道一位优秀的监察院官员 真的他斟酌了许久措辞 才小一问道 真的如此甘于为国牺牲 是的 王启年偷偷看了范贤一眼 发现大人的脸上只是有些枉然 这才恭敬说道 下官很佩服严大人 不过身为监察院官员 或者说身为朝廷的密探 在入院之初 就应该有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 院中密探只信奉一句话 为了这个目的 什么样的手段 什么样的牺牲都是被允许的 什么目的 一切为了庆国 王启年的脸上露出一丝 有些狂热的神采 范贤的手指 有些下意识地 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字 他今天初见阎兵云 发现对方一直安坐在那张椅子上 而且坐姿有些怪异 像杆标枪一样 除了臀部 竟是没有别的部位挨着椅子 直到离开的时候 范贤才发现 对方的双脚都被铁链锁在椅子上 而阎兵云的坐姿 只能有一个解释 阎兵云的全身上下 已经没有一处肌肤是好的 全是烂肉处处 所以才会选择这个姿势 一切为了庆国 范贤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原来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啊 庆国朝廷的文书 经由官方途径递道了使团 信中自然没有什么秘密 只是说 北齐太后的寿诞将至 朝廷令使团延期回国 将这件大事办完后 再行回国 这不是什么大事 两国间的外交来往 碰见太后过生日这种事情 总是要凑个热闹的 而且身处上京 范贤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自然乐得多呆些天 只是想找家中的美妻若媚 总是会有些牵挂 太后大寿 咱们代表着朝廷颜面 这礼物总不能太寒酸 临静富士琢磨着 要不然喊下面哪位大人 去秀水街逛逛 听见秀水街三个字 范贤就想到 卖酒的盛老板 递过来的那封信 连连摇头 上京的水本就够深的 长公主还想在信仰遥控 指挥一国内乱 这种浑水范贤 断然不去掺和 那送些什么 临静开始头痛起 公宴送礼的问题 范贤早就有数 江首一挥说道 到时候我写首诗 表好一点就罢了 这话听着狂妄 但身边的几个下属 却是连连点头 事先范贤不作诗 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情 如果范贤因为 北齐皇太后的受臣破例 这个面子也算给得极大 不过范贤的字 可确实拿不出手 王启年又开始出馊主意了 严大人在北齐的身份 乃是云大才子 齐秦书画无遗不经 他的书法师成潘灵大师 年前在北齐这边 一副中堂 可以卖到千两文银 范大人作诗 严大人手书 庆国两大年轻俊艳人物出手 还不得让北齐太后笑歪了嘴 林静林文二人知道 王启年是范正史的心腹 心想这个提议道也不错 他们如今自然知道 严大人的身份 只是感觉有些怪异 却一时想不明白 这个提议的怪异处在哪里 范贤笑骂道 严大人是何许人 只怕北齐人人恨不得淡其肉 引其血 你居然提议让他写福字 送给太后当生日礼物 你也不怕太后打开书卷后 活活气死了 宫里变成了做名寿 王启年一炯 这才发现自己 确实提议的荒唐 闲着脸笑道 若能气死北齐太后 这也算是怨礼的一次佳话 范贤懒得理着中年男人的 无趣冷笑话 自己陷入了沉思之中 很明显 如果颜冰云平安回到沁国 凭借他这四年来 在北齐打下的基础 和这一年来的牢狱生活 颜公子会在监察院内部 马上上位 他的父亲颜若海 是四处处长 而一处的位置 一向虚位以待 院内人士都清楚 陈院长是将一处 头目的位置 留给了仍被囚禁者的颜冰云 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会逐步开始 接手监察院的一切 等陈平平死后 而且范贤很清楚 那一天或许遥远 或许很近 很近 如果范贤 自己要牢牢将 监察院控制在手中 那么八大处 是他必须要掌控的人员 这却是范贤最大的弱点 除了三处和八处之外 他基本上在监察院里 没有自己的亲信 本来以为此次北上 可以赢得颜冰云的友谊 进而获取一处 与四处的支持 但没有料到 出见面时 范贤就能清晰地感觉到 颜冰云似乎在对自己 有些隐隐的敌意 这是为什么呢 好在颜冰云似乎也并不想 把这种敌意隐藏起来 这一点让范贤感到略微有些放心 大人 时辰到了 王启年在旁小声提醒道 范贤点了点头 起身离开了别院 身后临近林文二兄弟面面相去 不知道正是大人 今日又要去哪里 院外有常宁侯的家人等着 宫中某些人物已经发过话 所以负责使团护卫工作的 御林军默认那些穿着一身锦衣的人 接替了自己的工作 护卫着马车 驶向北齐上京最繁华的太平像 天上下着细雨 瞬息间吞没了车队的行驶痕迹 庆国监察院提示大人范贤 今天要会见齐国锦衣卫政府司沈中大人 密探头目的会面 总是会显得神秘无比